祝你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我自己都忘了 你还记得 太好了 这个送你的 还有礼物啊 我开课了啊 我会找戴这种手表的 没品味的家伙 这种手表最适合你了 真的啊 来 手拿过来给你戴上 好 怎么样啊 怎么样 很好喽 帅 你给我买的 所有的礼物我都很喜欢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最近呢 我都很喜欢 你给我买的 所有的礼物我都很喜欢 发生了很多事 发生了很多不开心的事 今天咱妈不说乱七八糟的事情 好吗 好 那就说说你吧 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我 嗯 我忙一个涉外的案子 那你要出国喽 还不一定吧 我在外面拖了人 如果她能办好的话 我就不用去了 我听说许美琴的丈夫 生前欠了一屁股债啊 具体都未被她清楚 但是我知道 她有八百万美金的钻石 这批货被抢劫了 在南非 她可麻烦了 这些货呀 不全是她的 有一些货款呢 是她借的高利贷 最重要的是 周潇胡 有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卖画的钱被她挪用了 那这么说 潇章现在内外交困 走投无路啊 那她现在死了 还真是一种解脱啊 理论上施打 来 切蛋糕吧 这是谁呀 这么没有颜色 这个时候来敲门 我去看看啊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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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美贤 晚上好 你怎么来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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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还也在呢 这么巧 你也在 我是来给她送生日礼物的 对 我也是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徐美贤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呢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记得嘛 看看是什么 福尔摩斯探案 第三册 第三册呀 这不集齐了吗 谢谢啊 这不集齐了啊 春天啊 齐了啊 这是救赎可难及了 快快快快 来 切蛋糕了 快快快快 好啊 快点快快快 切蛋糕了啊 老马 谢谢你啊 辛苦了 好 我马上看 你委托我调查这个叫嚣张的中国人 在南非开普敦的一家简称叫BBK的公司里拥有股份 是一家从事金矿开采的上市公司 它的股份折算成美元大概有三百万 不久前它办理一个转让手续 把股份转到一个叫肖恩的人名下 它还帮这个肖恩办妥了南非的工作签证 但是人还没有入境 肖恩 肖恩 肯定就是这儿了 要不咱先去屋檐打听一下 费内地干嘛呀 看 十楼B座有情况 你们俩赶快去看一下 是 这样会不会不好啊 看什么呀 咱们又不是进去偷东西 你就看一下而已 没事 好 请坐 站点 原来你们是律师啊 是的 他是我的助手 是这样 我们正在调查一件案子 是关于肖章的 打听到他的办公室在这儿 所以只是想进去看一看 你们完全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嘛 这样偷偷摸摸像贼一样 算什么意思呢 你怎么说话呢你 什么叫像贼一样呀 你们把锁撬开不是贼是什么 这屋里边有值钱的东西吗 满地的破烂谁稀罕偷呀 话不能这么说 那怎么说 怎么回事啊 曹经理 抓住两个女贼 你才是贼呢你 蔡律师啊 曹经理 你们怎么搞的 蔡律师是我们公司的大恩人 曾经帮我们打过官司 打赢了 我谢她还来不及呢 这 这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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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这也不能怪他们 曹经理 他们这样也是尽职尽责呀 一般混淆 进来吧 这小张欠了我们三十万的房租 还有水电费呀 物业管理费呀 你看就留下来的这些杂牌电脑 还有打音机呀 什么电话机呀 这拓破烂烂的办公家具 还交合版的 值不了几个钱 这次我算亏大了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风险 我们这房东啊 只能冒这个险了 姐 这都垃圾厂一堆 咱们走吧 好 我们还扣下了她还一定要叫声 车在哪儿 就在楼下的行车厂 小妞 检查后备箱 好 九月二十六 小妞 哎 有什么发现没有 还没有 帮我看一下这个 里边还有什么 你看看这些收音条 上面打印的时间和车祸发生之前相差一个小时左右 第一张八点半 军舰寿司乌龙茶 第二张 八点四十五分 咖喱饭团和墨鱼烧 第三张 第三张相差才两分钟 豆沙面包 短柜面包和巧克力 姐 这人是不是有病啊 吃这么多东西 在同一家店 还跑了三趟 对 那天是我当班 那麻烦你仔细回忆一下 跟我们说一下那天晚上的情况可以吗 不用回忆了 那两个人奇奇怪怪的 我记得很清楚 你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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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尽力量 你应该是什么 超多的 小时 week 一点 让你一次性费 谢谢 余公司十二 那女的长得可漂亮了 开着一辆灰色的小轿车 我就多看了两眼 可没过一会儿她又回来了 小姐 寿司卖完了吗 没了 买这种寿司的人还挺多的 谢谢 一共七十四 我再打之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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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快 那男的一进门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有点怪 穿得倒挺干净 也挺有派头的 可就是表情不对 好像智力有问题 三十几岁的人 就跟个几岁的孩子一样 你要吃什么 自己挑 那个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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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买单小姐 来 来 怎么偷东西啊 怎么回事 他偷东西 我没偷 还说没偷 在怀里呢 我没偷 拿手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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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着玩儿的 你看 这不是吗 还说没了 我 我们一起买 快 别管他是我 放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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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看一下 是这个人吗 对 就是他 好 谢谢你 不用 等等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们 我总觉得很奇怪 所以就记住了 他穿的是很干净 可那双鞋正不怎么样 是那种炼钢工人穿的牢房鞋 我想现在地摊上也能买到了吧 牢房鞋 大头鞋 有意思 请问那天晚上是你值班吗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把你知道的情况都告诉蔡律师 蔡律师是通过正规手续来医院搞调查的 是 主任 那天晚上是我值班 那个人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死了 那麻烦你仔细回忆一下 当时他脚上穿的是什么鞋 不用着急慢慢想 你只要告诉我它大概是什么类型的鞋就可以 鞋是我负责脱的 可是是什么鞋我就不怎么记得了 会不会是炼钢工人穿的那种牢房鞋 就像大头鞋一样 这种鞋我很久没见人穿了 不是这种鞋 你能肯定吗 当然能 肯定不是牢房鞋 至于是皮鞋还是其他什么鞋 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好 谢谢你 你看你吃东西的那个样子 和你弟弟一模一样 昨晚 我又梦见他了 我说吧 夜茶梦多 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反正签证已经拿下来了 到了那边你就不用再偷偷摸摸的了 行 我走 但是你得和我一块儿走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在看中医 你就别拿中医找借口了 你就是看着那个姓万的 根本就不想走 是 我是不想走 但我不是为了万舍见 他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跳板 他身边的达官显贵比较多 混进他那个圈子 我不成为签证 你太有心计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这不是有心计 这是保护自己的手段 再说 我不想去南非 我又不会英文 到那边当二等公民 我何必呢 我现在是一个寡妇 大家正好各走各的 你 你只要把我应得的给我就行了 你摆脱了债务 我得到了自由 大家各不相见 我不答应 我绝不答应 这个大头鞋一定有问题 我明白了 牢房鞋的鞋底是有磁铁的 如果穿着牢房鞋走在这块钢板上面 那人就会被牢牢地吸住 是根本动不了的 挥舞双手 那并不是扶药以后的亢奋 是挣扎 对 是挣扎 天哪 姐 这么说这是精心策划的 有可能 蔡淳强第二次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她感到这起事故不像是意外 更像是故意设计的 小妞提出找徐美琴对质 但蔡淳强不同意 为什么呀 这一切还只是我的推理 我没有充分的证据 如果操之过急的话 一定会打草惊蛇 那就更加不利于我们 进一步地寻找证据了 而且 徐美琴毕竟是我的同学 无凭无据地把她抓起来 一定会伤害到万律师的 姐 你还喜欢她是不是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对她那么好 她都被那个徐美琴给迷住了 不 我相信万律师 她只是被徐美琴的假象所迷惑 如果有一天她看到徐美琴的真面目 她会回心转意的 好 小心 小心 怎么是你啊 徐美琴 你 你怎么在这儿干这个 嚣张原来的公司在这里 我找这儿的业务部经理 帮我介绍工作 他就帮我介绍了这一份 再说 我没什么工作经验 能够混口饭吃 就不错了 你来这儿忙是吗 是是是 我给这儿的物业经理 出了一桩索赔的案子 那你赶快去忙吧 我不打扰你了 好 那 那你也忙吧 嗯 曹经理 你放心吧 你的事啊 我会尽力的处理好的 啊 谢谢 谢谢 拜套拜套 不客气 不客气 都是老朋友老婆 再见啊 谢谢 哎 曹经理 我想起一件事了 也许我要 麻烦你给我帮个忙 可以啊 您请说 你们这儿大唐寺寺 新来了一个清洁女工 叫徐美琴呢 徐美琴 哎 有这人啊 你们认识 何止认识啊 她是我的老同学 哦 对了 曹经理 你是这儿的物业公司经理 这个大厦里面 少说有两百多家公司吧 对啊 没错啊 如果你帮我给徐美琴 换个工作 应该不会很麻烦吧 哎 外律师啊 恐怕你们的关系 不仅仅是老同学 这么简单吧 哎 别瞎说 什么也别说了 我懂 大律师的朋友嘛 怎么能当清洁工呢 最起码也该是个白领啊 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那我就先替徐美琴谢谢你啊 谢谢大家 哪里哪里 我等你消息啊 好 再见 来 请请请请 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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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一直听音乐 好好看地图 万一走错了可就绕远了 放心吧 姐 我早就看好了 咱们一会儿就走这儿 312活到 直奔肖长老家 安徽雷线 姐 那咱到雷线以后去哪儿啊 先去一家禁老院 去禁老院了吗呢 我调查过了 肖长有一个弟弟叫肖恩 一直在老家和他妈妈住在一起 他妈死了以后 他就把他弟弟送到了禁老院 让他弟弟一个人生活在禁老院 肖长怎么能把他弟弟送禁老院呢 太过分了 肯定又是那个徐美琴 不让他们在一块儿生活 肖恩啊 有有 咱们这是禁老院 他才三十多岁 算是个特例吧 才三十多岁 怎么可以住禁老院呢 这儿有点问题 属于中度弱智 那他现在在吗 被他哥哥接走了 回家住些日子 您知道他回哪个家呀 老家呀 老家 院长 我想问一下他哥俩长得像吗 他哥哥我只见过他一次 我的感觉啊 真是太像了 同一个人一样 这里有他的资料 我拿给你看看啊 哎 这就是他的照片 天哪姐你看呀 这不是一个人吗 蔡淳强为了寻找肖章的弟弟肖恩 来到了肖章的老家 据禁老院院长说 肖恩就住在这里 大神 麻烦你我问一下 肖章的家在哪儿啊 就在前面 前面那个坐拐弯就到了 前面左转吗 左转 谢谢 没事 没事 快点 荣相十号 应该是这儿吧 走 有人吗 怎么锁了 姐 没人 让我看看 哎 姑娘 你们找谁啊 师父 我们是来找肖恩的 肖恩啊 就那傻子 住县城敬老院了 哎呀 年纪轻轻的 就进了敬老院 都是他哥造的孽 可是我们刚从县里来啊 敬老院的人说他哥给他接回家了 嗯 没有 肯定没有回来吗 肯定没有啊 嗯 我就住他隔壁 我还能不知道吗 会不会 接到城里去了 老师父 老师父 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哦 我姓您 过年的年 这样的人 都叫我老年高 好 请进 请进 来 来来来 二位 请坐 请坐 我老爸去世了 儿子儿媳妇 在外地打工 孙子呢 到他老家 现在啊 就剩我一股老头子喽 不 你们城里人 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 要不来天 不不不 那我就不招待你们了 没关系的 您吃您的 我们只是想随便跟你聊聊 这么说 你是看着他们兄弟俩长大的了 那是 其实老天爷很公平的 他哥哥这么聪明 人家恐龙六岁让泥 司马瓜七岁砸干旧人 他哥哥九岁 就知道偷看女人洗澡 所以 就有了这么一个傻子弟弟 老天爷啊 也要挂平均主义 姑娘 你这带的是什么玩意啊 老伯 这是MP3 是用来听音乐的 老伯 我给您试试 来 老伯 您听 里边唱着歌呢 好听 真好听 老伯 您要喜欢 这个就送给您吧 啊 你说什么 我说您要喜欢 这个就送给您 真的 哎呀 那怎么行啊 你们年轻人用的东西 我又不会用 搁着也是浪费 这个可简单了 我教您 你看 这个就是播放键 这个就是音乐键 这个就开关 就可以了 啊 哎 这么小的玩意儿 还能放出歌来啊 蛮有意思的 哎 哎 我跟你们说件事啊 嗯 前两天的晚上 我喝多了 在躺椅上睡着了 忽然听见啊 隔壁有动静 那是老米家 养的大黄狗 那隔耳朵可灵老 熟人他不叫 生人一进村 他就叫 当时 我就奇怪了 看了样子啊 像是肖家的老大 他半夜三更地 进自家的门 干嘛要偷偷摸摸的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他就出来了 手里啊 骑着把场子 匆匆忙忙地 朝村口走去 那您最后看清楚 是谁了吗 天黑 看不太清 不过 我敢说 十有八九 就是肖家的老大 肖章 嗯 那他提把铲子干什么呀 不知道 反正 他是往村口去了 后面有座小山 叫基隆山 那这么说 他上山去了 我没敢跟 大概过了一个终点 他又悄悄地回来了 在屋里待了十来分钟 就离开了 再也没回来 至少能到一百四了 那都是天才 像爱因斯坦呢 他智商都有一百四十五 能达到一百以上的 那些人都能拿诺贝尔奖了呢 咱们普通人大概也就八十到一百之间吧 那个肖恩 他的智商只有五十五 属于中度弱智 如果比他还低啊 那就是严重的弱智了 我看肖恩的智商都长到他哥那去了 他哥至少得有一百 还有那个乌鸦精 没准比他哥还高呢 能想出狸猫换太子呢 这夫妻俩真是绝点聪明哈 你们俩快点呢 快点 快点快点 小妞跟上 我跟你们说啊 这儿原来啊 就是一个乱葬岗 现在是人多地少 村里人有人死了 照样埋在这山上 咱们乡下还是相信入土为安 肖家兄弟俩爹妈的佛墓就在前面 来 走 往前走 哎 走 来来来 快点 好 到了 就是这儿 快点 这么说他上山来 是给他父母上坟了 我也是这么想啊 可是 上坟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用得着生根半叶的吗 他就不怕撞上鬼啊 没准他自己就是鬼呢 所以他不怕撞鬼呢 我记得您说 他上来的时候带来一把铲子 麻烦您帮我看一下 这片土是不是像翻过的 哦 对对对 这土是新翻的 肯定挖过 小妞 过来拍一下 姐 这翻土干吗呀 挖土不是往外拿的东西 就是往里放东西了 放东西啊 会不会是金银财宝啊 再拍清楚一点 嗯 来 雪姐 嗯 我敬你 我敬你吧 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有一番新的成绩啊 要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还在做清洁工呢 举手至劳 再说了 我们是老同学 何必这么客气呢 干了 嗯 嗯 这儿菜 这儿菜做的特别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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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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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前面就到你家了 我不想被蔡淳墙看见我们这样 呵呵 安徽了 安徽什么地方啊 呦 呦 那我可不知道 我是听妞她爸说的 她爸现在在帮蔡律师看房子呢 那她去安徽是为了办案吗 肯定是 哎哎也不一定啊 这次她是跟小妞子一块去的 去安徽了 这次她是跟小妞子一块去的 曹经理 小太太 喜小姐 曹经理 您帮我介绍这份工作 我还没有好好谢谢您呢 本来想给你太太买点东西 但是我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哎 不用的 都自己了嘛 那怎么好意思 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真的不用 我倒挺羡慕你的 两个大律师都那么关心你啊 两个律师 哎 对啊 万律师 关心你的工作 这蔡律师呢 又关心你老公的公司 蔡律师 蔡春强 对啊 她关心我老公的公司 她带了一个助手 也是个女的 到萧先生的公司看过了 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蔡春强 去了你的公司 调查了你的破产情况 然后又去了你老家 虽然我不知道她去那干什么 但是这也太巧了吧 她去完你公司 又去了你老家 你还是先走吧 不然的话就晚了 你不走 我也不走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到现在你还吃醋 你要是走了 就算是被她查出来 她也只能不了了之 你要是不走 我们做得再天衣无缝 也会露出破绽 也会露出破绽 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完了 这样 你先走 等到一个月以后呢 我再来和你会合 真的 真的 可是你上次还说 你不想走的 可是我又一想 我们毕竟是夫妻嘛 哪能分得开呀 是吧 那你发誓 行吗 好 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买一张去南非的机票 请问您要哪一天的 又快越好 星期四有一班 飞往约翰内斯堡的 行 挺出是您的护照 夏文先生 对 跟我吧 喂 喂 喂 是小牛吗 我是长脚 那家伙拿着护照 在航空公司买票要跑呢 真的假的 你没骗我 谁啊 谁打的 我爸 我爸 你等一下 姐 这信号不好 我出去接个电话 好 快去快回啊 一会儿还要赶回苏城 喂 长脚 你听我说 无论如何您也要把那家伙 给我截下来 别让他跑了